Hello 赵博士 你好 侯坑 你好 我們講新事還是講上個星期延續下去 你喜歡我們可以上上面 你亦都喜歡我們可以下下面 上或者下都可以 上上面 上上面就是上鼻孔 如果下下面就下個位 上鼻孔就可以 我們先講上上面 上去是嗎? 下上下就不能再上 先上去先不要下去 上去呢 你的鼻毛是怎樣 你的鼻毛是怎樣 有時會突出幾條嗎? 我挺著重的 是嗎? 有時你會覺得 為什麼鼻孔有些不知什麼 塞在裡面 有些人留手指甲都為了這樣 留最後的手指尾 問題就是 鼻毛很多時候 其實不是有鼻屎 不是什麼東西 是鼻毛倒轉拋 拋回自己 令敏感過敏 還有 有些聲音出來 有些人就 不如拔掉它 這樣就可以大件事了 噢? 嗯 噢 噢 不要說 等我等我 噢? 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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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分完 知道知道 不要緊 不要緊 好 好 415 655 0179 咦? 你的手機看什麼? 正電視Youtube每天的新聞 都會有最新最快的 國際美國和灣區本土消息 你還可以留意互動 打上主播 那我就立刻FollowYoutube 星電視和星電視新聞頻道 看星電視新聞頻道 足不出戶就知天下事 吃喝玩樂 生活法科 粉絲俱樂部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來到這個粉絲俱樂部時段 對呀 生活法科 生活裏面 我們都要有一個好的身體 在大數據裏面 希望找多些數據的背後的意義 和背後的故事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 上個星期和大家講到 在咳方面 分了好幾種 乾咳和有痰的咳 有什麼不同 咳得厲害會傷害些什麼 今天我們繼續 和趙博士一樣 剛才開節目之前 就說我們繼續在上路 一定是落少許 我們決定了 繼續供上路 趙博士你好 何亨你好 那我們上路了 對 沒有上路 從口裡 你知道 即是癒癢 喉嚨痛 甚至說上路 可以影響到咳 但其實鼻水倒流 還有再上去鼻孔裡面 有沒有鼻瘡 有沒有痠 有沒有痠 很煩的 因為一痛起來 可以很痛一下 特別 什麼時候呢 就是 你知不知道 男士什麼時候生酥呢 通常是15歲左右 但是到大概25歲 那些鼻毛 就會生得快 到35歲 就連眼眉都開始生了 到45歲 耳朵的毛 開始跑出來了 其他人都在生了 我沒有衣服嗎 我通常用回 我自己觀察一下 外面的男性朋友 通常是年長一點 我看見爺爺有 眼眉毛 就真的 好像在古時 描述一些角色的時候 那些 那些 應該說的眼眉毛 好像生月落 那些年歲上面 你現在的時段性 好像退前了 45歲 好像齊了 齊了 有些人 30多歲 都可以開始 鼻毛變灰 白鼻毛 不是白頭髮 白鼻毛 也有很多人有敏感 發覺 或者鼻水倒流 有些鼻屎 那些小小 一邊長大 發覺 咦 不是的 原來是鼻毛 反轉 反轉 弄到有 黑痴黑痴 敏感 有些這樣的 所以 這些是生出來的 應該是順著 鼻孔外生的 有些是會生在裡面 應該是外生的 但是你知道 好像剃腳毛 這件事 剃隔底毛 男人就沒有這個 但是 可能遲些有 有 有是嗎 現在已經是 現在已經是 好了 你剃得毛多 你就知道有機會 倒生 如果在鼻歌腔裡面 倒生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情 有時候是因為 拔鼻毛 一時是因為剃鼻毛 拔有很多問題 因為拔可以搞到發大鹽 哇 他不發就由自可 發大鹽 就很大件事 因為那個位置 就多血了 你知道 小朋友 流鼻血 就很多 但是 過了小朋友 那段時間之後 如果還是流鼻血 我就傳了些東西給你 就是說 如果有些 身體的病 有很多因素 就可以搞到鼻出問題 包括Lupus 是的 是的 嗯 如果為了方便 拔 的確是可以隔一段長時間 才再處理 有些朋友 其實的想法 是這樣 是想這樣想 剪就多 是的 剪就多 但是 問題就是 你剪那一刻 有時候 你知道身體 很多事情發生 生生下 一剪 或者好像剃毛 你剃的鬍子 都知道 有時候 不知道為何 那條毛 剃了之後 無法剃出來 然後 再加上 你再刮一下 再弄一下 它 即是有些死皮 剃住了 那條毛就 倒生了 如果在鼻歌裡面 倒生 那條毛 你想想 多痛 多多條神經線 是不是 是的 如果 你拔那條毛 會痛得出來 是嗎 你希望 你想想 下巴 或者 鬍子 如果有些什麼 你可以擠它 最多擠它 然後 弄一下它 這樣就沒事 但如果 鼻孔要擠它 那一下 痛得 神經線 是 上腦 真的 上眼那裏 嘩 飙了眼淚 挺痛的 所以 有很多人 他們 這些是說個案 如果真的拔了之後 發炎 那件事 可以挺傷的 因為鼻瘡 都已經很痛 在那裏 你怎麼搞它 所以 索性最好就是 不要拔它 剃它 都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 那個儀器不乾淨 很多人 你看數據 十個剃鼻毛 十個都不用 那個鼻毛 那部機器 剃完就放下 通常十次 就是一次 一次 一次跟沒有洗的差不多 跟洗澡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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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食物 有菌 所以菌 菌很嚴重 我給你一個數據 如果差不多來講過 我待會回來 才給你一個數據 挺震撼的 跟你住在哪裏 跟你那些數據 那些菌 很有關 你住在哪裏 因為有些菌 是經過 有六隻腳 和八隻腳 才走來的 通常跟非德 那些暖一點的地方 就是熱帶的地方 在十分裏 八分 八分在十分裏 是經過六隻腳 和八隻腳走來的 而在乾爽一點的地方 讓大家冷靜一下 通常放都不乾爽 因為在洗澡浴室裏 然後放在櫃裏 這樣 讓我冷靜一下 因為我剛才用十次才洗一次 你以前不知為何要洗 通常是 好像不乾淨 好像剃不乾淨 咦 簡直是外露的污垢 流出來 就要洗了 你讓我冷靜一下 因為那些六隻腳八隻腳 現在令我很害怕 聽一聽 後的說話回來之後 口都閉了 轉了就不裂了 你不想說 哦 天黑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不正收聽的是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對 等下 中文電台 雷亮 冷靜 轉到雷亮 了 回到我們再講這件事 但這六隻腳和八隻腳在熱帶地方 十分裏面有八分是這些東西 你想想人體、鬍子、皮是有東西吃的 如果那些東西不清理 地球、天然環境就會走來 還有一些你見不到的 因為其實有六隻腳和八隻腳會在身上帶一些塵滿 其他的蟹蟹和那些東西會走下去 還有菌類 而亦都發現了在乾爽這個地方 比較冷的天氣是少的 即是就算你不換水扇跑 如果無法打倒他 他都會沒有那麼大機會感染 在十分裏面只有兩分左右 是有這個transmission 經過六隻腳和八隻腳 在比較冷的地方 即是加拿大、北美那邊 但如果熱帶地方 危險性就去到八分 在十分裏面 這個數據是需要知道這件事的 另外就是除了六隻腳 養動物的人 都要很小心 因為養動物 動物是一個receptor 即是貓、狗等 對於這些菌 在熱帶地方 狗、狗、貓、貓 可以傳染到人類 十分裏面也有八分 但是在北美那邊 即是乾爽的 英國那些地方 會在十分裏面有三分左右 即是會好很多 這些叫做animal reservoir 就會大很多 另外就是免疫力 在一些熱帶的地方 反而免疫力對一些菌 保持得不太好 我現在繼續說 繼續說 回來了 回來了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晚上回來 剛才說到 男士 如果你是愛靚 或者基本的護理 剃完鬚就鬍跑 又或者是 現在越來越多人 都方便用那些 叫做修鼻毛器 就在鼻孔那裏 我們如果護理得不好 會出現到生 或者是發炎 我們找趙博士出來 解釋一下 究竟什麼是六隻腳 和八隻腳 趙博士 不是充電的 不是充電的 對 六隻腳和八隻腳 自己動的 是可以到處走去 通常牠們 都帶很多你見不到的菌 所以為甚麼是 蟑螂 昆蟲 有些更不像 六和八隻腳 是百幾隻腳 這些在牆裡 後面 通常牠們是看到 死屍拿來吃的 但除了吃那些 蟑螂 那些白粥 那些 除了吃死屍 死了的昆蟲 牠們都會吃一些人類的 甚至牠吃對方也可以 吃飽了之後 可以很長時間 都不需要吃 然後牠們可以在那裏等 等有得吃 那你無端白事 那裏有這麼多人毛 人酥 就好像人家 哇 那裏是金礦 那變成天然很奇怪 如果每個人都被剃掉 都不把蟑螂丟掉 不清理 那地球會自然搞定 那自然搞定 就是除了靠六和八隻腳 很多隻腳來 牠們還會帶很多沉悶 會帶其他的 你用眼看不到的東西 那哪裏會多些呢 就是熱帶地方多過 很冷的地方 很冷很乾的地方 嗯 是的 連熱帶的地方 那些昆蟲都比較大 還有牠們 夠陽光 還有牠們 總之夠暖 那牠們就會比較大 帶很多菌 那牠們做這個數據 在10分裏面 10分裏面有8分那麽高 在熱帶地方 馬來西亞 香港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去到 譬如 我們都很害怕 那些人類 有些人類是不害怕的 那些貓貓狗公 都覺得很可愛 那變成 但生物汽車 也在熱帶地方 帶很多這些菌 十分裏面有8分 所以我們人的廢物 例如去完廁所不會不洗廁所 剃完鬍子就記得洗 牙刷就記得用 梳就記得清理梳 梳完又再 我們在說上去那個護理 你想想鼻孔多重要 鼻孔是所有的污染 你靠它 沒有了兩個鼻孔都不行 是濾鏡來的 是濾鏡來的 不單止不洗濾鏡 還不用洗完濾鏡的東西 轉轉去鼻毛也不洗 很大機會藏什麼菌呢? 金黃葡萄菌 另外一個名字叫爛肉菌 你無端白事做爛肉菌 在剃鬚跑、剃鼻毛跑 手指甲、尖尖的手指甲 有很多金黃葡萄菌 這一個男女士都有 不僅是男士 真是尾指甲 手指尾的指甲 他們覺得要留在這裏 不是美觀 不是那些什麼啫喲甲 那些 是真的方便 坊間 譬如他們有種說法叫採礦 譬如耳朵、鼻子 就說方便些 好像有個橙 那一件事 除了其他人的樣子不好 如果大家有這個習慣 千萬不要用 另外一種的朋友 我都覺得他們是 以為自己會衛生的 尤其是吸煙的人士 那些煙油那些 他們很喜歡有一個做法 就是找棉花棒 又或者是紙巾 就捲到尖尖的 就像是女毛的毛 那些尖毛 那些形狀 就塞到鼻孔那裏轉 轉完 就出來 覺得很乾淨 那一個會有一個害處 第一可能會損 第二就是 趙博士說的那些 菌是會帶在那裏 多個數據就是這個 金黃葡萄菌 究竟在三個人裏面有幾多個 在三個裏面有一個 十個裏面大概有三個 就是這麼多人有金黃葡萄菌 而哪些人要最小心呢 就是本身的皮膚已經爛開 很難康復 爛了不康復的皮膚 濕疹就是其中一之一 所以濕疹的人 很多時候的傷口位 亦都有金黃葡萄菌 所以如果濕疹的人 遇到指甲長 手指尾長 撩開的 而它又剛好有這件事 那你的金黃葡萄菌 就是那裏來的 我們講上去和它影響 那你要怎樣搞呢 這個一上了身 就很難搞的了 我們講下去的時候 下身又有毛 又有很多其他 不過由口腦下去就是胃 下次我們講一下胃 那些菌可以增加胃 可以很嚴重的 因為一上了身 這些菌很難脫身 是的 即吸了進去 吸了進去 呼吸道 上次我們講過口腔方面的護理 就是 例如你口肝或者睡覺 扯鼻寒 那些菌 就在那些時候 裡面 就會是 我們叫做開派對 最活躍 這樣 口腔就講了 鼻那方面 這次我們又提醒大家 在護理上面 真的要 有些朋友 其實多要留意 因為 測下大家都會多 但你說清理鼻的一些污垢 大家好像是少著重的 是的 但為何要這麼小心呢 就是因為他可以走到耳朵 他走到耳朵 頸後面的位置 你就變成耳中間的位置 可以塞了之後 你聽聲音又痛了 然後有時候聽聲音又塞了 然後還有整個眼耳後鼻 都經常出事 有些人經常病了 就眼耳後鼻發炎 是的 沒錯 因為他們是連著 耳朵也是大家分略的一件事 只是有時候可能是 因為服務的關係 坐完 應該是清理完污垢之後 我聽聲音清楚了 他用聽聲音清楚了 就不是覺得耳朵是比較污垢 因為可能不是我們吸氣 但是其實那裡 總之是細菌無紅不入 不過是用什麼方法入 趙博士對嗎 對 對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就跟大家說一下 即是去到中路了 即是進去到氣管 或者是胃那方面是怎樣 謝謝志博士 數據起我手了 下個星期跟大家 繼續分析 謝謝 謝謝 拜拜 由2024年1月1日開始 能源帳單將會增加約13% 為了減少森林大火風險 增加電力容量 以支持加州電氣化 可負擔房屋和經濟發展目 謝謝志博士 不用 不用 我們鋪了個美美 對 沒錯 我們回覆了這兩集 下星期 好 那我再跟你聊 因為新聞部的同事進來 好 沒問題 再聊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